眼前这条法国长棍面包竟然尝到一眼望不到头 他在上周日成功刷新了今世最长法棍面包的世界纪录 12名法国面包区在周日凌晨3点 历时十多个小时完成这项浩大工程 先是制造面团再揉捏塑形并衔接成长条 画上一道道切口后 再将其放入特制的履带式烤箱中慢慢烘烤出炉 这条法棍不仅不能断裂 还必须严守传统的制造方式 只能使用面粉水盐和酵母四种成分 厚度则至少要达到5厘米 法棍是法国人的国民面包 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 但此前最长法棍面包的世界纪录 却是由意大利保持 如今时隔5年 法国终于夺回桂冠 事后这条法棍面包被切成小块 分享给现场民众 剩余的将被送给无家可归的人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韩非综合报道